眼前這樣子 你猜多少錢 請公布答案 189 200塊就不到 然後這玉米龍湯一個才10塊錢 你只要30塊的玉米龍湯無限上 其實這個紅板價10塊15塊20塊 還有香雞堡還有飯糰還有豆漿加珍珠 眼前這樣子 你猜多少錢 請公布答案 189 200塊都不到 我先看看這個平常最多人點的飯糰 對,外面的價格大概一個要二、三十塊吧 這個飯糰15塊 有沒有,這個熱氣 這飯糰吃起來很軟 然後這玉米龍湯一個才10塊錢 你只要30塊的玉米龍湯無限上 那你這塊是什麼呢 好多肉 可是真的好喝 漢堡加蛋 它不單單只是一個漢堡加一個蛋 它上面還有這個肉 肉,這個肉 好啦,我們吃吃看 反正肉正常發揮啊 可是它非常便宜 它蛋餅很好吃耶 這個 蛋餅多少 10塊吧 10塊 等一下啦 我要介紹啦 它大概長這樣 然後這個 通常都是 你現在已經死了 什麼 好多 媽媽 這個叫做蛋炒飯 20塊 好不好 妳又買一個喔 我都沒有吃到 還有耶 它這兩個都我的 我覺得是正常發揮 中規中矩 但是它非常低 你先咬一下啊 它是燙的 你知道嗎 來,我們喝喝看 欸,你擦要不擦 還沒在喘 喝喝看 欸,還不錯 妳喝喝看 很特別的 這應該比較珍珠 是應該粉圓 好喝對不對 來吃 這個是老闆自己 從後面特效 冰箱是拿不到的 所以這一罐呢 它就是 溫溫熱熱的 好啊,這豆漿珍珠 我大概給個 85分 這個麵線就交由你來介紹了 這不知道是假的 好喝對不對 好喝看 自己跟章沒有結束 就算了 那你隔別人 這樣子才10塊錢 10塊 我爸我媽我妹加 我加上攝影師 這樣子我們總共五個人 點下來才190塊 一個人平均下來才37塊 好險是因為我們很早就來了 剛開門就來了 不然晚一點應該客人蠻多 好啦,我們快點吃飯啦 好不好 你覺得這間店怎麼樣 它感覺就是 有點 薄力多小 薄力多小 其實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老闆應該是 在回饋社會 便宜到讓你覺得 真的嗎 真的這麼便宜嗎 然後再加上老闆 非常非常熱情 然後會給你一種 很溫暖的感覺 要結帳嗎 對 真的 而且不好意思 剛剛一直在對不起 那如果以這間店總體講 我覺得比較大的缺點 可能就是用餐環境 比較沒有那種整潔的感覺 那麼食物的部分呢 你覺得必推的有什麼 蛋餅 蛋餅嘛 蛋餅一定要吃 我覺得玉米濃湯必須要點 那炸雞也是必推的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麵線嘛 炒麵 那一個10塊錢 我跟你講那個真的很好吃 各位,如果你們是 看我這部影片來的 必須要點豆漿加珍珠 這是我們買的第二杯了 你知道它便宜到會讓你懷疑人生 10塊而已 等一下你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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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打開 我幫你打開 現在是很快可以 很多氮時水 你打開 大概每次都為了 什麼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